如果连运动员都了解什么叫做国格 什么叫做被尊重 什么叫做自我认同的话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跟朱立伦就是不了解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运动员的这种自我认同 跟对自己国家的肯定也要打成什么 台独吗 或是这样的作为 难道就是朱立伦眼中的去中跟反中吗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们来讲道理好了 其实如果老公愿意稍微放宽一点点 什么意思呢 刚才大家都说过了 中国又看不到YouTube 更何况现在又停电 对不对 你5G变2G 只看得到图像跟声音而已 画面是没有的 那什么叫做一个运动各自转播各自表述 你就放你自己中国的版本 中国的版本你要怎么批图 怎么去抹黑或是把台湾的运动员通通打马赛克 我没意见 但是本来你可以这么做 如果国民党宣称真的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话 那么应该要体现在这个运动项目之中 你去播你自己的 然后YouTube版是自由世界的 对不对 反正中国也不见为敬嘛 你也看不到 你也进YouTube嘛 那你会不会住海边管太多啊 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朱立伦没那么笨 其实是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是非取直 否则朱败为什么也要发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叫三七开 什么意思呢 三分稍微谴责 也就是说这样子会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你也知道嘛 对不对 或是这样打压呢 是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之间的 人民的情感 你也知道嘛 可是朱立伦最有趣的地方是呢 轻轻举起之下呢 就重重呢 这个自由落地 自由落体 什么意思呢 直接在把炮口呢 骂回民进党 我念一下 他的这个朱办的发文 前面我说过了 哎呀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啊 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啊 只是情感而已啊 无助两岸正面的发展 对不对 这是尊严 这是主权 这是国格 我说那些运动员都知道的事情 你国民党后知后觉 现在才发现 原来这不是民进党操作的 但是呢 他就要告诉大家说呢 这个现阶段民进党执政呢 两岸关系陷入僵局 但台湾人有许多民众呢 对大陆持善意 哪些民众 你朱立伦吧 国民党的这些人呢 对大陆持善意 你还是要叫大陆我没意见 接下来再话锋一转 类似打压我国 国际空 我方 不敢说我国 我方 国际空间 你看中华民国想要我方 国际空间 我方是什么啊 你连中华民国 跟台湾都说不出口 然后呢 只会让台湾人民的心理距离 与大陆越来越远 民进党是责任 因为民将没办法处理 两岸的僵局 接下来呢 还要在山口上傻言 朱办指出呢 在整件事情发生过程之中 我们的陆委会是否有跟大陆表示呢 不同的意见 或是我们的外交部呢 是否呢 有所谓介入跟协助 结果呢 那个AIDA的台湾的发言人说 整个过程之中我们的外交部 基本上都有扮演协助的角色啊 朱办又Lag了 所以我觉得很地方是 我怎么说它是三七开 面对这么简单是非的问题 你对中国的谴责 基本上如隔靴搔痒 你也不敢大声踏伐 你也不敢捍卫我们运动员 最后天错万错 还是谁的错 民进党没办法处理两岸关系 外交部啊 就没有提供协助 对 这是什么心态 四个字 拖面自干 来 林静怡医师 中国霸凌台湾是第一次吗 朱立伦不知道吗 长久来台湾受到中国 怎么霸凌不知道吗 好像这一切看起来 又是民进党 民进党害的吗 是民进党去运作 导致今天的结果 是这样子吗 如果他们要觉得说 台湾距离中国越来越遥远 跟台湾国内的人心 跟中国越来越遥远 或台湾人对于中国 越来越觉得 他们对我们并不友善 没有好感 他如果认为这是事实 他是民进党造成的 那所以是民进党 叫中国的军机来飞的吗 是民进党 可以让其他的国家 一起为了台湾 把国旗都撤下来 在这种国际战事里面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要继续投民进党 如果这样的话 民进党超强 世界第一强 因为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已经全世界都觉得 我们民进党很厉害 我们可以掌控他们的脑袋 让他们知道 中国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 日本人可以听话 那去听我们的国家 是台独的同物人 都是台独 最近都是唐风那种 对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很悲哀 就是说你看我们从 中国共产党 发了那个所谓的贺涵 或者是 其实所谓的贺涵 你去看它里面的内容 比较像是下命令的小纸条 国民党 这一次是你朱立伦选上了 你要记得我给你的叮咛 他给的是这个意思嘛 謀求统一 不要忘了 结果他给了这个小叮咛之后 朱立伦主席给他的是 我们会 求同存益 他连跟你讲说 不对啊 你讲这什么鬼话 这种话也不敢讲 我讲了上次我也说 没有错 我们台湾不是像他们中国 搞什么战狼 你至少免礼真的 给他一点点说 可能中国你距离台湾的人心 有点远 我希望你们了解 台湾人民的诉求 或者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在民主国家历程里面 请尊重台湾的民主国家程序 跟尊重台湾的民意 你连这种话都不敢讲 你再回过头来看今天 这两天 这几天他们在立法院里面 我这样讲 国民党的这些 包含朱立伦主席跟国民党的人 你有一点点 你把你今天在立法院 砸来砸去 胡闹的力气 拿十分之一 去跟习近平站直挺挺就可以 其实我常常觉得很悲哀 你知道吗 民进党事实上 我们自己内部 我们的主要很多的 这间真的支持者 他们是希望我们有 比较更代表台湾的国旗 更代表台湾的名称 可是你去看现在 在谁在捍卫中华民国 民进党支持者 在捍卫中华民国 台独分子在捍卫中华民国 台独分子 所以他们口口声声说 我们台独分子 我们还要跟他们提醒说 不好意思 今年国庆日 我们有很大的国旗 持生机掉着 不好意思 我们今年的国庆的邀卡上面 有两个国旗 还写了四个中华民国 现在是他们所口口声声所责骂的 这些所谓台独分子 造成所谓台湾跟中国 关系不好的台独分子 在捍卫所谓的中华民国 当其他国家在欺负我们的时候 是我们 应该是说 没有其他国家欺负我们 是中国欺负我们 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组织 欺负我们的时候 是民进党政府在那边讲说 请你记得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很悲哀就是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事实上这段时间 你会发现连其他国家的 因为其实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或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的作为 不是只有台湾国内在看 我先讲一个事情 昨天日本的媒体 大大的报导了 昨天我们是有一个 平面媒体在日本的报纸去刊载了 台湾的防疫到现在的成果 台湾对他们的感谢 可是同一个时间 在日本的电子媒体上 正在报导台湾的立法院里面 非常的混乱 丢东西打架 然后呢 他们的原因其实并不清楚 就是说他们对于行政院长有所不满 但是原因是什么 并不清楚 我自己在日本的家人告诉我说 好丢脸喔 人家在日本就觉得 看你们的反对党 不知道在干什么 只会在那边打给大家看 然后不知为何原因在杯葛 所以其实台湾现在最新 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认为 台湾的民众 慢慢慢慢会看出这些事情 就像其他的国家 慢慢会看到这个事实 就是 不是台湾在造成别人的困扰 你想想看嘛 哪一个国家 他会去跟那个国际组织说 你的转播里面 看到某个国家的国旗 我很不舒服 你不要给我转播 全世界会讲出这个话 只有中国共产党 我们自己 台湾我们会讲说 我不要看到五星旗吗 记不记得奥运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其中有一场比赛 是中国的候 中国的选 那个选手 赢了冠军 我们是亚军 请问一下那段时间 台湾在转播的时候 有全台湾人都关电视吗 有突然这些黑荧幕吗 有突然转成脱口秀吗 没有啊 我们全部都在那边看着说 对第一名是中国的五星旗 我们没有人去提出一个抗议 说你不能转播这个东西 我们很正常的去承认 中国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人家要笑中国是 中国就跟瓷器一样脆弱 你连看到中华民国国旗 你都心里会很大的受伤 那这不好意思 这个你太脆弱 我们真的哪里没办法 可是只有他们会跑去 跟其他的国际组织说 你在转播里面出现 所谓中华民国国旗 我会不高兴 你要听我的 你不准做这件事情 这个不是什么民进党 在造成台独 让大家越来越远离中国 其实简单讲 如果民进党这么好的说服力 我们执政会很轻松 我们到现在所谓民进党 所说的台独大业 也不会这么辛苦 我会做的 你不想吃 我会走 我会走 你不想吃 这些东西 也不会这么多 你不想吃 你不想吃